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世纪80年代初 沙漠前沿距离测乐县城最近的时候仅1.5公里 为了应对沙林城下的严峻形势 1983年10月测乐沙漠研究站正式成立 研究站在山区 戈壁 沙漠 绿洲建立了20多个不同类型的观测场 开展各种类型的环境监测 同时也开展了植物抗逆性 固杀植物选育 植物根系发育 防护林体系配置优化等实验 还有就是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 开展了沙漠化治理 岩碱地改良 生态修复 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等实验示范 与推广应用 我们现在正要前往的是我们的一个根系研究实验场 这条路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都会经过的一条路 我们现在呢 一共有七名同学是日常驻站的 来在这里进行他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他们有做水分的 有做荒漠植物养分的 还有一些做微生物和基因相关工作的同学 这间同学呢 有到我们测乐站一到两年的 也有在我们测乐站已经工作学习了五到六年的这个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我们的一个试验场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黄色的波纹馆里面栽培的植物呢 就是我们塔南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荒漠植被 属于骆驼刺 大家肯定很好奇 我们为什么将这样一个荒漠植物栽培在这样的一个管子里面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树越骆驼刺呢 它是一个深根系的植物 我们对于这种植物来说 我们在野外可能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植物 地上植物长了可能一米左右 但是它的地下根系可能远远要超过你的想象 它的地下根系呢 可以长到地下15米以上 因此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植被栽培在这种管子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的这个地下可能三四五米 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这个黄色的管子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根管 在后期我们会加一个摄像头进去 在这个摄像头下面我们可以每20厘米去观测一下它这个根系的一个生长和它的一个死亡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这个荒漠植物我们的一个研究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通过去研究这个植物 它在不同的水分条件 它在不同的养分条件下 它的一个生长和它的一个死亡情况 那么后期呢 就是为这个荒漠化的一个防治 那个这个荒漠植被的一个培育呢 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撑 几十年来 通过一代代科学家的努力 测了线防杀制杀 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 沙漠前沿已退后15到20公里 从过去的沙进人退 到现在人进沙退 如今测了线村庄北绿色软绕 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